生活中,与人相处,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现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似乎善于隐藏是人的本性,而如果交友不慎,碰上一个城府极深的人,则会给自己的平静生活带来诸多烦恼,甚至是麻烦和纠纷,如何避免交往心机重的人成了我们健康交友,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心理学上认为,心机重的人会有三个特征,我们只要在对方身上发现一个,就一定要当心,看你身边有吗? 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待人随和,却从不推心致富,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看起来人很好,待人随和,在生活中基本上不跟别人交恶,他就是朋友圈里的好好先生,但是,他们也就仅止于此,不与人交恶,也从不与人交心,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是他们的好,至于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跟这样的人交往一开始还行,时间久了,也会很累,因为我们始终不知道, 对方的真实想法,感觉关系永远就是点到为止,其实这是他们故意为之,他们在极力地隐藏自己,心理学家认为,有的人这样做是保护自己 而更多的人,是为了掩藏自己的心机,我们身边也总有这样的人,跟他们在一起久了,自己也可能会变得圆滑虚伪,而且,在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无法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这会给彼此间带来很多麻烦,有可能自己的某个行为冒犯了他,导致双方陷入尴尬的局面,还会给彼此的生活,带来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 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其实保持表面上的相处就好,不要靠近,不要跟他有推心置腹的交往,拿真心换对方的虚伪,容易陷入被他玩弄的陷阱 欲试怂恿别人当炮灰,枪打出头鸟,越过于精明的人,越会耍心机,他们欲试从不会往前冲,而是怂恿他人打头阵,把人当枪使 曹操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人,他的高明之处便是为自己培养出头鸟,在诸侯联合讨伐董卓时,他主动谦让,让袁绍做盟主,自己在旁辅助 结果,在群雄逐鹿时,曹操暗地躲起来,摸清个诸侯的底细,而等到个诸侯反应过来时,曹操已经杀尽洛阳,挟持了汉县地 心机中的人,无论是大大小小的场合,他们都会默默地待在一旁 看起来是老实,其实是在暗地摸清局面,以便坐收渔翁之力 等到触碰了自己利益之时,他便会立即跳出来,开始用言语或使坏的方式攻击对方,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生活中,对于那种遇事不积极,总是坐享其成的人,要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一不小心便会被其利用 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嫌疑人,出自于论语 他的字面意思是,看人脸色讨巧说话,阿谀逢迎的人,很少有人心 有些礼貌周全的人,总是能照顾到他人的情绪 表现的也是能言善道,不见得就是坏人 能言善道与巧言令色,表现出来的都是言语周全 而要区分这两点,最重要的就是在言语上 那些言语周全,照顾他人情绪的人,虽然也是夸奖别人,但都是出于真情实感 但巧言令色则不一样,他们说话的指向性很强,夸奖人也是过于夸张,完全不走心 正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巧言令色的他,每天可以用不重复的言语夸人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损人,把贾母哄得团团转 但其实,他的心机极重 肚子里揣着的鬼主意,比谁都多 所以说,巧言令色的人,都是花言巧语,八面玲珑的人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通过言语颠倒黑白,甚至栽赃陷害 对于这种人,平时就要保持距离,不要让他有伤害自己的机会 掌控一切 心机重的人,控制欲都是很强的 他们喜欢建立自己的小圈子,然后成为其中的掌权人 以此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和利益 他们不喜欢出现在自己掌控之外的情况 享受那种,把一切都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感觉 他们会潜移默化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 这种人,我们身边比较常见,就是经常会想让别人以他为中心 只有这样,才能让周围的人听从自己发号施令 如果身边出现了有这三种特征的人 那么就要打起精神小心了 因为对方很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牺牲你 所以,在这个世道上,早就有古人云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说话模棱两可 在生活中,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一种人 他们说话总是说不上重点,感觉是在回答问题 仔细一想,发现他的回答根本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 只是在敷衍我们 心理学家认为,故意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 说话模棱两可的人实际上是很有心机的人 其实话有三说,巧说为妙 有时候需要圆滑地表达 但是一直是模棱两可,就是虚伪不实了 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首先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因为不能弄清楚他们的立场 总是要揣摩他们的心思 所以跟他们交流会特别累 其次跟这样的人交往久了 还容易走进他们的圈套 因为他们时时刻刻在计划着事情的结果好坏 必要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卖我们 以获取自己的利益 如果我们身边也有这类人 那么最好是对他保持沉默 尽量不与他交往 也不要跟他讨论有关立场的问题 随时提防他会突然倒戈相下 总之就是远离就好 敬而远之 言语指向性强却从不自己出头 世间百态 总有这样一类人 他们的说话做事指向性很强 他们其实是带有很强的目的性 期望自己的言行可以带来自己理想中的结果 并且会有目的性地引导身边的人 跟他们交流会时刻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引导 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他们把一件好的事情让给我们 其实背后都有他们的目的 除了善于引导别人以外 他们还有个特点 就是自己从不出头 出事了让别人扛着 有力了又跳出来 希望别人分享 这样的人在心理学上也是被认为是心机极深的人 他们时刻在用言语算计别人 可能还会打着有利于你的旗号 比如身边那些微商 他们总是在说自己的产品 会如何有利于我们 而且也并不是直接要我们购买 只是一个劲地在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 听多了 就很可能被他们带进圈套 买了不符合价值 或者是并不实用的东西 跟这类人交往太多 自己也可能变得虚伪 有心机 进而影响自己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也可能会被他们的强指向性言语困扰 每天都被打扰 不仅影响心情 而且影响生活 不够警惕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手中的棋子 被他们引导 任人摆布 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 一定要远离 避免不了要接触的 就时刻保持清醒 不要被他们带有目的性的话语所迷惑 要时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立场 被他们动摇 就容易落入圈套 在生活中 要远离有这三种表现的人 这些行为都是在提醒我们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个心机极深的人 为了自己生活的幸福快乐 一定要注意同他们保持距离 看破但不必说破 自己时刻警觉 不为他人利用就好 读国学经典 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